HELLO 大家好,我是NICO 我是咪咪 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兒童專用的學習APP 它其實就是真的非常好用 加上現在它有提供免費試用10天的版本 那我在影片的下方連結都會給大家 還有它的安裝方式 那最主要呢,剛開始進去的話 你要先到家長專區 先設定六個數字的密碼 你就是隨便自己先設定這樣 之後進去之後呢,到後台 你要先去下載它的素材 還有它的一些遊戲跟一些影片 那它裡面就是有科學、社會、語言、健康跟藝術的 你就點進去之後就選,比如說數學好了 它裡面就是會有數字1到7 或是到0怎麼樣之類的 有很多,因為這是試玩的版本 所以你裡面的話就要先點進去 還有你要按下去它的下載 因為我們已經下載好了,所以它可以直接開啟 那這個是後台的部分啦 對啊 那語言啦 有動畫啊 有動畫啊 語文啊 英文啊 英文字啊 所以因為它這是試玩的版本 所以它的數字跟英文不會說到那麼的齊全 那主要還有就是 就是節慶的主題啊 有中秋節、重陽節、感恩節啊、春節啊 還有元宵節等等的 還有學習成果可以讓你知道說 小朋友最近在玩的一些學習的成績啊到哪裡這樣子 你可以選擇說要讓你的小朋友要玩多久的時間 它這個平板它就會關閉 它就不會讓小朋友要繼續玩下去 它最短就是15分鐘,最長的話就是60分鐘 那它主要剛開始介面就是這樣子 它就是 這是數學 英文 語文 還有科學 社會 健康 藝術 還有動畫 還有繪本 就是可以這樣子 轉 它下面有這個節慶主題啊 家長專區 它這個上面呢它會有寫這個 就是今天已經使用了多久的時間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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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 Li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這個請教 當地政府將每年冬季傳統的冰燈與遊會 擴大學習和合想活動 就是哈爾濱國際冰雪節的由來 哈爾濱國際冰雪節的由來 哈爾濱國際冰雪節的規模旁大 可以玩嗎 加拿大魁北克冰雪節 加拿大魁北克冰雪節 以及華威華雪節 我們還可以玩 那如果你們喜歡這個APP的話 你們可以先去下載體驗試用版本 就是10天的 那如果你真的覺得10天下來 你覺得你的小朋友非常喜歡 那你就可以去購買正式的版本 它正式的版本其實我覺得就是非常划算 那你們就是可以先去下載試用的 先玩玩看 不管是安卓的或是 iOS、蘋果的都可以使用 那我下面的連結還有安裝說明 你都會放上去給大家做下載喔